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你好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四种必要有机的食物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机食物的好处 都是专专去找一些有机的蔬菜和生果去购买 但问题是其实价钱也不便宜 还挺贵的 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 那袁医生 有没有什么食物是我们一定要吃有机的 因为价钱的问题 虽然有一种说法 其实如果你吃得健康 你的钱其实都是将来的医疗费用里面省回来的 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 其实你用现在的钱不是你的钱来的 是医院的钱来的而已 那你今天不养生就明天养医生 那话虽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要选择 就是要选择性用有机的 那哪几类的食物是有机是很重要的 有些食物其实就算不是有机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的 譬如我们知道菠萝、牛油果、芒果、很多瓜类 西瓜、蜜瓜、香蕉、西柚这些 那这些食物本身有一些很厚的皮 吃不到不可以吃的皮 那这些食物其实里面也不会有很多化学东西 所以最重要我们要找有机食物 就是如果要选择性去找 是有哪些是最关键的 就要尽量用有机 这样有四种的 如果你能够用 记住尽量去买有机的 第一就是肉类 我们知道现在的传统那些肉 那些差不多是一种工厂式的农场里面 那些肉类的食物通常是有很多很多抗生素的 因为你知道 我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禽流感的出现都是这种种植的 不健康的种植状里面 不断被那些鸡琴吃很多的抗生素 是引发这些病毒的变种 对不对 那其实在动物的治疗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抗生素 那这些这样的药物 可以这么说最终最终就进入了你的肉类那方面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的时候 尽量在肉类那方面 尽量找一些有机的食物 这是第一 第二种是有机很重要的就是苹果 那原来苹果里面 一般的苹果里面 是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农药 除草剂 那些除毛的那些药 那发现呢 在美国有个叫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就是那个机构 发现99%的苹果都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就算你洗了之后 去了皮也有的 那原因就是 这些这样的苹果 通常是用很多的那些杀虫药的 那还有呢 这些药呢 就算苹果呢 就算摘了下来也好 都用很多的那些化学药 去包装它的 去保护它的 那能够令到它呢 在那个洞床里面 是成年都不会变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球中呢 苹果可以说呢 是在最脏的食物里面 是在头上的 那 ởける 在我那些调查呢 过去五年来说呢 是 in이�季 за头上的 是在头上的 那第二种食物呢 尽量去及的 就是肚 Spark はい 那大家知道 羊肚和那些 reaching work 那种 那原来ね 肚呢 就像苹果那样呢 是含有很多很多的化学物质 EWG 亦都发现 肚子里面还有很多98%的肚子 都有很多残余的杀虫药是遗留的 它亦都测试 发现它们有差不多17种不同的 就是不好的化学品在 第四种食物是尽量有机的 因为有机是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就是蕃茄 蕃茄很多人很常吃的 蕃茄放在沙律里 蕃茄是蕃茄酱 蕃茄ketchup这方面 其实很难避免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 我知道蕃茄很好 蕃茄有些叫做 蕃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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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这些蕃茄的化学物質 蕃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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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留意 袁醫生 最近有一宗新聞 在英國有個75歲的女士 她受到大臟拋診的困擾 導致她有耳鳴的困擾 她不想報她媽媽的後塵 被病痛折磨而死 她想接受安樂死的注射 你之前曾經提到 你都會支持安樂死 在這宗新聞裡 你知不支持她呢? 其實安樂死我覺得 應該是人的基本權利 當你真的找不到的方法去處理 她活生生地受折磨 其實她都是折磨到生死 如果她自己選擇安樂死 我一直都是同意的 我亦都在過去 在不同的媒介、電視、電台 和不同的人 大家進行過這方面的討論 或者辯論 我發現其實 安樂死的人反對安樂死 其實是一種很自私的行為 因為第一 你不是那個病者 不是那個受害者 你叫人家繼續受苦 其實是你自己 令你自己良心好些 其實為什麼要你控制人家 人家痛苦 人家在那裡活受苦 而你是阻止她活受苦 你是阻止她脫離 其實這是一種假道德 是一個很自私的 為了你自己的心安理得 那你就出現這樣的法例 是不讓人做的 我一直跟大家在很多不同的節目 包括我們那個《自力更新》 都大家很強調過 其實我們很多的法律 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法律 很多是一種壞的法律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說 有些法律我們會反對的 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我已經出現了很多很多法律 其實是一種很壞的法律 是很不公平的法律 你說法律 法律不是很重要嗎 法治不是很重要嗎 大家都明白法治是好的 我們需要一個法治社會 但是同時我們也要了解 法治社會不是等同公正的社會 簡單來說 我們曾經何時 我們有奴役的制度 有奴隸的 這就是法律之下的奴隸 法律是穩固的 所以以前曾經何時 是男女的不平等 女性是沒有投票權的 這就是完全是一些惡法來的 曾經何時我們用的法律是禁走的 那法律是完全不成功的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 惡法是多到離譜的 不要那種太天真 法治社會好像挖大了 其實法治社會不一定是公正社會 有時候法律是惡法多到死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這麼多問題 但是我們是生活在法治社會之下的 這麼多這麼多問題 我有沒有想過呢 其實我們社會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法律的問題 我們的法律導致我們的身體 我們是無謂的 沒有醫療選擇 要白白死 我們的家庭的法律 令到很多婚姻破裂 導致鼓勵那些婚姻破裂 鼓勵合法掠奪 令到好好的家庭 因為這些法律的離婚過程裡面 是更加徹底破裂的 我們那個所謂的家庭法例 是沒有令到我們離婚減少 反而令到我們離婚增加了 所以我們有些人很無知的 很愚蠢的 經常打算法律 原來法治社會怎麼好 整個法治社會我看到 最得益的就是律師 香港的律師的費用是多到 你根本沒有可能能夠支援的 經常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們每人都有行使法律程序的權利 但是有多少人負擔得起呢 很多時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我們那些人在不知不覺 是身受其害 是完全不醒覺的 是很糟糕的 那安樂死我們都跟大家 在很多程度之下 分享過 我們在不同的節目 邀請過有一位西醫 他在香港是推行的 如何將安樂死合法化 那當然去某個程度 我覺得人應該有選擇 停止自己無謂的痛苦 阻止他的人自私到達大譜 因為想你自己良心 安樂一點 你就用法律 令到人們繼續在你面前受苦 這簡直是禽獸不如 以為自己很高高在上 到有人你自己受苦的時候 你才講 我們說回這個情況 你說這個情況之下 安樂死合不合 我始終覺得 這位女士 很可能未曾試過 用足夠的其他醫療 例如痛的療法 你有沒有試過用痛的療法 就是因為拋診 在右邊的額頭有拋診 那種拋診的痛到他 他說 我想老闆槍射死自己 他這麼痛 所有膝蓄都是控制不到的 結果在我的診所 那時候我的佛仔 是Mount Forest 有一個診所 我在那裡見到他 那我就用我的痛療法 用Orum Orum這個療劑 黃金 因為他這個 主要就是他痛到他想死 這種沉死的念頭 我用Orum這個療劑 他就一路改善一路改善 那就是我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有很多好的方法 那些人根本就是 未懂得去找 是很可悲很可惜的 為什麼他們找不到呢 因為我們整個法律制度 是偏袒對抗性醫療的 整天在那裏 其他自然醫療的 其實結果受害的人 不單止是一般的醫療消費者 一般的人 和整個社會都是的 現在整個中國 整個西方國家 哪個國家不是受到 包括香港 哪個國家不是受到 這些藥物的負擔 是面臨破產呢 在美國導致私人破產 最主要原因是 就是醫療費用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這些拋診的痛症 和療法有很大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士 如果她從來沒有試過 和療法的處理 而這樣死去 是非常可惜的 始終可能她在祭遇裡面 是沒有遇到 她可能受到太多的傳媒洗腦 英國女皇都用的醫療方法 和療法來的 為什麼你不去試一下呢 那這個我的感覺呢 就是可惜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就是 不需要去 不需要死 不需要受苦 主要原因就是 他們對我們的醫療 的認識是太過少 太過膚淺 太過合宅 那當然呢 這個出現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整個醫療的制度 都是很合宅 是很沒有醫療選擇 這要令到那些人是無謂受苦 令到國家破產 人類的私人的醫療的費用破產 這個是很可悲的 那我希望呢 在我們的節目的那些聽眾呢 可以 起碼學識了之後呢 不要成為一個犧牲者 是吧 也都可以呢 是將我們的節目的資料 是介紹給多些人 因為大眾傳媒 不會讓我們播這些的資料 幸好呢 我們的互聯網裡面 是還有一個自由空間 那其實很多的真知卓見 真相呢 其實你真的要在互聯網那裡才得到的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辦法 保護這個互聯網的自由度 OK 多謝了袁醫生今天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一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預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謝謝袁醫生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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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